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欢迎来到赚他一个亿第三期 过去的一周我们补充了一些84以上的SBC材料 每样一张放俱乐部 虽然SBC材料已经涨了 但是涨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所以我们都没有卖 Squad Battles奖励出来以后 老规矩我们收了20万低价的闪金球员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拍卖收益达到了160万 如果有观察市场的话 大家知道这周的市场是非常低迷的 但是我们的收益还是达到了50万以上 这些收益都要归功倒卖低价闪金球员 因为我们倒卖的球员都是1000以内的闪金球员 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做千闪交易法 开付两周的时间 这个方法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超过100万的收益 考虑到我们起始资金非常有限 收卡频率也并不是很高 这样的收益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这个方法尤其适合手头现金在20万以内的阶段 今天我们就在实力的基础上具体讲一讲这个千闪交易法 我们的收卡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早上 这个时候这个级别的球员卡价非常低 来到转会搜索界面 我们先来设置一下几个搜索条件 球员类型我们这里选闪金 闪金球员卖商店也在600以上 这样的话我们交易风险就很低 实在卖不出去或者急需要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收来的球员直接卖商店 起始价我们这里设700 这个是在Squad Battles奖励出来以后录的 那个时间段的卡特别多 起拍价都很低 如果是其他时候的话 建议这里设置800 这样的话很多垃圾卡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结果里面 最高净拍价我们设置1200 最低一口价我们设置1600 这个主要的目的也是排除垃圾卡 然后我们点搜索 我们这里一个一个查看结果 第一页所有的球员都没有人净拍 我们翻页 第二页只有一个球员有净拍 但是只有700 这种球员大概率不好卖 因为净拍价太低了 所以我们跳过 继续翻页 曼联后卫这个净拍价是合适的 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收曼联的卡 为周二欧冠SBC做准备 我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德莱尼净拍价800 完美 我们加价净拍 这个阴招门将可以拍 但是我不太感兴趣 青木起拍价太低 跳过 伊瓜音这里有人拍950 我们加价到1000 科瓦1200的净拍价 稍微有点高 我们跳过 巴内加1000 也不太好再加价了 厄奇尔有人净拍到800 可以加价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拍了 布林德950 可以加价 我们应该拍 但是当时并没有拍 现在回看视频还是非常后悔的 特拉普750 稍微有点低 但是考虑到它是张83的卡 我们就拍一下 再翻页 我们看到这里球员剩余的时间 超过了一分钟 这些卡的净拍价格 就不太能反映市场价格了 我们退出 然后重新搜索 这里罗马尼奥利净拍价已经到了1100 理论上讲我们是不加价的 但是83的一甲中后卫 很适合SBC献祭 我们这里拍一下 我们继续翻页 纳桥开荒的时候可以用 还比较值钱 我们直接加价到1000 贝雷斯也是一张开荒卡 而且我们俱乐部还没有 遇上这种感兴趣的卡 我们可以等一等 跟别人竞争一下 当然加到我们最高心理价位以后 我们就闪人了 波登赛 虽然没有人拍 但是我们之前卖过它 还比较好卖 800的价格也没有太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这里近拍一下 再翻页 我们看到剩余时间又超过了一分钟 我们退出 再重新搜索 然后我们就这样继续重复 收球员的列表满了以后 我们点L2或者是LT 把所有收到的球员放到代处里 如果俱乐部还没有 我们把球员放到俱乐部 如果是重复的球员 我们就一直让他代处里 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一直不停的收球员 直到收到你满意为止 我们转会列表 一旦有位置 我们就把这些收来的球员挂在市场上 挂一个小时 然后不停的挂 至于挂拍价格 大概就是挂收来价格的两倍就好 也可以参考我们近期视频里的出售价格 这种收卡方式半小时可以收接近100张 全出售收益在8万到10万 而且不太需要关注市场走势 几乎没有风险 如果愿意每天花一场球的时间收卡 基本保证一星期收益30万 两周没息 三周内玛尔 四周母八配 这种交易方法跟别的交易方法也不大有冲突 而且需要的资金量非常的小 所以完全可以跟其他方法一起用 建议大家尝试 好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点赞的朋友发大财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